我們這次來的目的是Distory有做了一集的後面型時代 很多關鍵事其實是都跟我們的數位資訊是有關係的 特別是往後期的時代 的確也不可謂的是地球村是這十幾個事情打造起來的 必須打造起來的 我們也沒有說COVID-19把它剪掉 但是的確地球村蠻適合成為病毒的溫床 所以其實這兩年的確很多事情反而被打破 球村被打破 這兩年比較特別的是反而資訊或是數位 反而成為了我們有可能有機會戰勝COVID的一個戰場 各位可以透過你的角色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數位資訊它在這次疫情的角色是什麼 它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在這個世界的環境下面 謝謝 台灣不是第一次碰到這麼嚴重的護膝道疾病 我們在2003年碰到SARS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的健保卡還是有六個格子的 就是紙本的健保卡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其實健保制度在台灣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貢獻 就是全面的讓大家都有IC卡 它照顧到的不是只有國民 也包含來這邊工作的居民等等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無論是讓大家買得到口罩戴得上口罩 或者是快篩劑或者是預訂疫苗等等 這些都離不開這個全民健保 因為在有全民健保的地方 大家就知道說就算我有症狀 我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個人精神上 或者是金錢上的代價 我就可以獲得妥善的治療 那自然也不會隱瞞自己的病情 所以我想健保一定要講在第一個 那我自己在疫情的期間 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就是健保快一通 就是在自己手機上面那個健保的APP 在疫情前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安裝 可能就幾十萬人最多了 但是到了現在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 是台灣終於把邊界打開了 已經有超過千萬人使用健保快一通 所以可以說是他從少數 需要調自己的病例 或者是看診記錄的這種用法 變成全民都在使用的一個關鍵的基礎建設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 因為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每個人都可以立刻看到自己檢查的結果 甚至在上面預訂口罩 甚至用不到的 還可以說那我指定把我用不到的口罩的額度 捐給全世界 護台灣豬世界 在上面可以打開 就看到附近哪家藥局 還有存料的這個口罩跟快一通的地圖 以及所有的包含疫苗的預約注射 相關的資訊等等 都可以在健保快一通上面取得 也就是說在以前很多需要打電話 或者是零貴才能夠取得的這些資訊 因為有這樣自助的健保快一通的這個做法 所以就變成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 24小時 自己最有空的那個時間 來接取得資訊 並且取得服務 當然在邊境慢慢打開的時候 很多各國也需要我們這邊有注射疫苗 或檢測陰性陽性相關的這種證明 這種證明同樣也是在健保快一通上面可以取得 把題目再拉到剛很具體的把資訊 或資訊這件事情放進了 或是數位放進了工工會生的策略 那我們再往上聊一個比較 往上再聊一下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資訊或是數位專家 你怎麼來看這一次全球全世界 如何用資訊這件事情 數位這件事情來在疫情那麼嚴峻下來 把世界再連結起來 好像世界因為疫情關係 飛機也不能飛 城市也封鎖 然後也不能買東西 那但是數位資訊好像發揮了不少 這些事情你怎麼看 怎麼問數位的事情 謝謝很好的問題 我們在全世界都在解決同樣一個迫切的問題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好比像說 全世界有很多的醫院 他捐出了沒有跟隱私相關的X光片資料 然後就讓各個地方訓練AI模型包含台灣的人 可以就只靠胸腔X光片 就快速的檢查出是不是COVID的病患 這個就發現說雖然人比較難移動了 但是數據資料 研算法等等的這些大家齊心抗議 這個是把全世界的所有的研究者科學家 包含資料科學家等等力量集中結合在一起 也包含像疫苗的研發 或者是對於新的變種病毒的監測跟分析 以及我們怎麼樣做疫情調查追蹤的這個做法 好比像說我們從台灣就有像簡訊十連制這樣子的做法 透過我們的手機簡訊 只是放在自己的電信上 而不會過分集中資料到同樣的政府或公司上面 在保障隱私的同時也幫助我們把 Alpha Delta跟第一波Omicron成功的阻擋在境外 那另外當然透過藍牙來追蹤的這一套方式 在Google跟Apple的協力開發上 也變成我們的台灣社交距離 我們邁入共存重要的這個工具 但是這些都不是完全我們自己發明的 都是網際網路上面對於公共衛生有興趣的 這些數位的專家大家集思廣益 我們政府是提供開放的API 就是讓城市好像插座一樣可以接起來這些接口 但是像我們有超過一百種口罩地圖的顯示方法等等 這都是民間全球各界的朋友可以來研發 而且很快就跨境能夠讓彼此參考 那再往上一層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累積出來的 大家24小時的在那邊透過視訊 透過協作的工具 透過甚至像Gattertown這些好像二維的元宇宙 大家透過化身向彼此之間互相互動 這個在以前我們的外交場域裡面 其實我自己因為簡單簡單的關係是非常喜歡視訊的 但是以前視訊基本上是見不太到 跟我同級的部長級的官員 因為他們年紀可能比較大 年輕的時候對視訊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經驗 所以基本上都只能見得到比較年輕的官員 但是就在疫情的這兩年多 不管是聯合國大會 當時我開個機器人區 大家覺得很先進 但是聯合國大會在疫情期間也是用視訊的方式來召開 所以說突然之間 以前台灣在國際的場域上面 常常碰到一些實體的 要看護照啊 到底進不進得了門啊 這些問題 在我們世界上大家都用視訊的情況 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跟台灣不是距離相近 而是理念相近的這些國家 就很容易有這樣子的交往 所以呢 不管國會議員還是跟我同級的部長 我們現在常常就在線上加好友 沒事就視訊一下 那也沒有什麼外交上面的顧慮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是看地理的遠近 而是看價值的遠近 大家同樣認同民主自由的話 就比以前更密切的結合在一起 那我繼續再往下發問 當然有人說因為COVID有關係 讓每個人就生活上變孤島 因為距離太近 有可能我們看到病毒 剛好我們稱為我們資深的溫廠 所以我們不會套太近 然後除了家人之外 也沒有太多社交活動 在那個比較嚴峻的那個時代 全世界都經歷過那種 我可能自己是一個孤島的生育經驗 但是其實不全量都是這樣 因為數位產品 數位資訊 這些事情 反而讓我們可以大量使用它 然後跟很多人變成 也有一點溫度的在一起 甚至也成為可以上課開會 甚至還是可以享受娛樂 那這樣整個世界 跟50年前或100年前的那個 一樣是病毒發生 大發生的世界是居然不同的 你有沒有可能可以分析一下 這件事情 好像有一些改變 就是用一些特殊的工具 我們一樣可以一樣的深入 但是它也用不一樣的方式 而且等到病毒走之後 這些生活回不去了 會不會回到原本不好 好像又往前走一搭 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提到很多資深的關於 可能年輕的時候 對視訊覺得可能見面三分情 視訊之剩一兩分 可能倒扣一分 如果收音不好的話 但是在這次疫情的期間 大家發現 網際網路的頻寬比以前寬非常多 其實比起戴口罩來講 戴口罩可能只有兩分 透過視訊高解析度的畫質 幾乎沒有延遲的情況 反而彼此的表情看得更清楚 而且隨時隨地想到誰就扣誰進來 這個跟以前只有你認識的熟識的人 才能夠聚在一起才會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變成裡面價值相近的人 很快的就會把所謂 如果連結 變成一個合作者的關係 collaborator的關係 另外當然在台灣我們很幸運 就是過去兩年多 其實並沒有您剛剛講到的 孤島式的封城 大家不能出門 完全沒有這樣 一天都沒有過 那但是呢 因為大家在走向共存的期間 不管是陪家人 還是自己也染疫 像我自己也過了七天 在家居家照顧的生活 所以呢 比起其他世界上其他國家 常常是不是七天呢 而是七十天呢 甚至有些地方七百天呢 的過程裡面 時不時的就被關在家裡 我想台灣大家是有這樣子的體驗 但是並不是被迫 大幅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說 當我們導入 比像說深深用平板的時候 當然是秉持著韌性的概念說 某個學生他如果真的 必須在家裡七天的話 可以把平板帶回家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實還是在課堂上面 所以對我們來講 數位其實是不只一位 很多很多位 它是實體的補充 把不能夠來的人 帶到這個實體的空間 但是我們的用法 跟世界其他有封城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在他們 他們是替代掉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對我們來講 還是一個補充的角色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裡面 的確也探討了 如果有幾個擴充式的東西 比如說 例如上ER擴充的學習 就是開外掛的學習 然後 當 臉端醫療的事 他可能可以迷补了 等醫院他的承載量 有一點壓力的時候 臉端醫療這些事業 空中又開了一個醫院 空中又開了一個學校的醫院 空中好像可以做的東西 那各位新部長 您是蘇利士區專家 用這樣的想法來跟我們分享 說你覺得那個未來 COVID都快結束了 那個未來會是什麼 對我們剛剛提到 無論是在學習 或者是職場上 碰到這樣子 突如其來 有些人就不能來起天的情況 碰到不利的影響 不但要迅速的應變恢復 而且要調整自己的體質 這樣子之後就發現 有些事情也未必需要面對面 我們也可以遠端來作業 這個就是Resilience 就是任性 全民的數位任性 這個就是我們數位部主要的工作 那在全民數位任性的基礎之上 我們就發現 本來可能專科醫生比較難去了 好比上說偏向或者離島等等 那在這一次剛才提到 大家本來只會用實體的健保卡 但現在很多偏向離島的朋友 他開始有用健保快移動的經驗 我們在裡面用QR Code 有一個虛擬健保卡 你可以隔著螢幕 對著你的Webcam的鏡頭 顯示一個QR Code 就跟刷了健保卡一樣 包含健保的給付等等 這個都是跟真實的健保卡 沒有差別的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的科別 他可能只是家醫師的醫師 或者是甚至護理師在那個現場 但是他可以連到最好的醫院 最好的專科醫師 透過這種雙師互相診斷的方式 去照顧到離島 以及偏向了朋友的醫療的人權 那這一件事情 健保已經完整的給付了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確保說 他在資安上面有問題 他點對一點的加密 他必須要能夠在儲存等等的時候 去確保說我們病人的個資 隱私包含群的同意等等的過程 跟他實體去醫院 並沒有什麼兩樣 這個是我們可以幫忙的地方 另外在有些真的是比較偏遠 他人的數量也不是那麼多的地方 以前專門要加基地台 或者微波通訊 確實這個成本比較高 那我們在接下來兩年 我們數位部也會確保用 非同步衛星的方式 去讓他們比較難連到光纖 或者海欄 或者行動網路 容易受到天候影響的情況 只要看得到天空 就還是可以使用環境 那我們這樣看過來的話 當然台灣沒有這一波像火機一樣 照射到COVID這麼大的影響 的確今年五月有一小波 然後一切大家也就陸陸續續感受到 那個病毒的印記 在大家身上 最大的身上都有一個病毒的印記 好 那 我還是回來談這個 所謂的數位資訊這件事 當 當是 因為未來 因為很多的工會學者 病毒專家還是說 新興病毒還是會再來 他們的預測還是覺得 他們也是預測者 他們覺得COVID來這一波 後面還會有 後面回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得遭受到 這個稍微的一個震盪 那 數位資訊的角色 未來可以再發揮到什麼功能 可不可以在 或是 如果你是要跟全世界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告訴大家 或者是 分享一個預言 或者是講一個沒有好的預言 用數位資訊來談的話 他們什麼樣的樣貌 是 像我們的法定傳染病的追蹤的系統 法傳系統 其實是我們關鍵的資訊的基礎建設 也就是說 並不會因為它COVID這次過去了 我們就把法傳系統收起來了 相反的 就好像在 就是沒有降雨的時候 反而是水庫清淤泥 去把未來的能夠容納量 把它變得更好 我們在疫情 比較不那麼嚴峻的時候 我們反而就要未雨籌 去確保說 下一次它說不定 傳染力更高 它說不定它更嚴重 致死率更高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爭取這段寶貴的時間 從我們知道有這個疫情 到全民都心裡有這樣子的韧性 知道說 那又要戴起口罩 又把我們 好比像說要動手術啊 或者這些醫療的需求 轉向變成能夠遠距的方式 來滿足等等 這種屏佔轉換的這樣子的能耐 那這個能耐 我們不但要保留 而且要加強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經過了這次的COVID 相信大家對於 不管是消費啊 工作啊 學習啊等等 透過遠距的方式來進行 它的頻寬 它像對應的軟體工具等等 這個都覺得 還不錯 是自己能夠習慣的 所以在以前 必須要停課 必須要停班 等等的這個情況 我們當然受到影響 已經相對少 但是希望在以後 是完全不受影響 就是大家知道說 有新的 飛沫傳染的 新的COVID 23還是24 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好像說 那颱風就快要來了 大家把門窗鎖好一樣 那只要 跟大家說 那我們接下來就 切換到什麼模式 去降低它的第一波衝擊 然後呢 等待我們的疫苗啊 或者藥物研發出來吧 那大家就會非常 井然有序的 每個人都知道 要怎麼樣引別 其實在亞洲很多國家 就是因為我們有過 SARS的洗禮 所以只要 年紀30歲以上 還記得的人 當時 疫情指揮中心 一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要準備怎麼樣子的物資 酒精怎麼使用 口罩怎麼使用 那現在當然 不是只有亞洲這些國家 全球都已經 需要付的代價 那在之後 我想大家 整備程度一定會更高 OK 我再延伸一提 也許剛剛這些 這個答案也有 剛剛在誤解 非常遠 多多少的礦金 那我再聚焦一下 就是 你剛剛也講到 我又要談的是大數據 這件事 大數據 那剛剛也講 顧一錦先生 提供那個 熊牆 熊牆 避掉了 對沒錯 那的確 其實數位資訊 他可能會 他就 也許他就像 會長大的島一樣 他會自己 可能 越來越會編輯 然後收集 然後分析 幾乎是人類的智慧 大量的擴進 大數據這件事情 未來可能會再 會再扮演更強大的什麼角色 在這次COVID之後 嗯 是 像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也有人用超級電腦來做模擬 讓我們知道說 各種不同等級的口罩 戴一層 或者戴兩層 或怎麼戴 或者是說 從一開始 飛沫為主的傳染 到之後 契膠在怎麼樣的通風情況之下 大家要遵循怎麼樣 因為病毒 它變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每次變化的時候 如果我們再重新摸索的話 那這個病毒 早就已經社區傳播了 所以 透過巨量的資料 進行數據的模擬 這個就是讓病毒 一旦變異之後 我們可以很快的 不只剛剛講到的 藥物或者是疫苗的找尋 同樣的 就是我們在 這種所謂非藥物的介入 NPI上面 我們的門窗要怎麼調整 口罩怎麼調整 我們的通風 社交距離等等 怎麼調整 在在都是巨量資料 可以協助我們 分析模擬出來的工作 不好意思 剛剛有一句 那個聲音有多難 好 那就我們再來一個 好 那再一個 好 那我就重新講一次 好 謝謝部長 那部長我們就直接來 好 謝謝 好 確實 我們剛剛提到了 不管是在 找尋好的藥物 或者是疫苗等等 現代的 以資料為主的 演算法 就是所謂的人工智慧 機器訓練 是本來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即使是非藥物的介入 所謂的 NPI 好比像說 戴一層口罩 還是兩層口罩呢 戴怎麼樣防護力的口罩呢 從飛沫傳染到 氣膠傳染 你的門窗通風 要怎麼樣安排呢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運用超級電腦 用物理的模型去進行計算 因為病毒的變化的速度 時代太快 我們不能說 等它真的變化了 真的有人感染了 然後我們試試看 說這個情況下 我們社交距離 這樣子會感染 還是不會感染 病毒並不會等我們 去做這樣子公衛的嘗試 所以要所謂超前部署 唯一的方式 就是透過您剛剛提到的 數據的模擬 在病毒的各種可能的 突變的路徑上面 搶先去部署 讓我們知道說 如果它的傳播力 現在變成這樣的話 我們要提升到幾級的警戒 這個幾級的警戒 有哪些參數需要調整 那只有這中間的 它的科學原理 透過也是數位 資訊傳播的方式 讓大家都了解 不管是尼因啊圖卡啊 任何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 病毒現在出到這個版本了 病毒吧一更新 我們的因應的方式 就要做怎麼樣的更新 它中間的原理是什麼 如果有人要貢獻的話 可以來這邊來貢獻 那像這樣子才是全球齊心協力 一起去找出新興的各種不同的病毒 對應到的新興的解決方案 是 我舉個例子 也是下一個 再下一題 好 全世界都在缺晶片 好像大家都知道 是 那原因就是因為 COVID的關係 把我們自以為熬的地球振罰斷裂 斷裂 就是斷裂有很多 運輸已經斷裂了 或者是每個國家的公共政策 那它斷裂 對不對 因為它可能 它可能很多國家的那個 門禁就很貼近 像中國這樣 就斷裂掉 那 看起來本來是 這二三十年來是用地球設計 運作整個世界 那COVID把它 看似把它一個一個線都剪斷 那是不是反而是 剛好數位資訊又把它回回來 是可以這麼說 還是更有趣的看法這樣 我們觀察到 就是在疫情的這兩三年 很多的矽谷的公司 全球的這些軟體相關的產業 它的員工的所謂在家上班 或遠距工作的這個政策 事實上是人才的對比 變得非常的濃 我自己是2008年到入閣前16年 都是透過遠距 不管是英國的或矽谷的工作 那但是在當時 我的同事適應這樣子的工作的人 確實是不多 但是現在 所有這些線上協作這些軟體 變得非常的蓬勃發展之下 以前呢 在台灣 我們的資訊的人才 如果要找到好的這個就業機會的話 常常是需要去別的國家 或者是在這邊應徵一些外商的工作 但是呢 現在就不是如此了 我很多矽谷的朋友 在疫情期間拿了我們的就業金卡 他就住在台灣 但是呢 他的工作還是國際上的工作 他只要稍微調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時間 他就可以跟全世界的人才一起工作 一起學習 那這個對於我們台灣 培養出來的人才非常的有力 因為第一個 國際人才就在台灣 他不需要外流到別的地方去學習 他可以在這邊 就跟矽谷的所有的最好的創業家等等一起學習 而他們來了台灣發現 他們是非常好的創業環境 所以呢 不是一個人回來而已 而是一團一團人帶回來 所以一方面台灣在最近幾年史無前例的這種經濟成長 我想一大部分是因為我們因為沒有封城嘛 所以基本的供應鏈沒有中斷 但是在人才的流動上面 大家都突然發現 台灣真的是非常適合工作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想即使是在疫情之後 全世界對於台灣的好感不會改變 而且呢我們剛畢業的這些年輕人 他就不是只有特定的產業聚落才有工作做 而是他只要連得上網際網路 全世界都是他的文派 這就是Born Global的一個世代 不好意思 那個 2008年那一段 聲音 好 沒問題 好 好 來 那就再講一次那一段 OK 好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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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像我自己 2008到2016年入閣前 我就是人在台灣 但是透過視訊的方式 跟西谷的公司 或者是牛津大學一起工作 我只有半年一年 飛過去一次跟同事見面 但是那是因為 我們在當時這種所謂遠距工作 或者是Digital Noma 數位遊牧的民族 這些基本的基礎設施 以及他協作的環境 當時還在建制當中 但是現在 在疫情這兩年多下來 大家對於線上的工作 所謂像Zero Trust 這樣子一種 零信任的資安的網路 現在這些技術都非常的承受 所以剛畢業的年輕人 他不一定是需要 吸加代券的去其他地方找工作機會 他可以人留在台灣 而且事實上在疫情期間 我的細谷很多朋友 都拿了我們的就業金卡 他來台灣 當然一開始只是因為疫情 台灣沒有疫情 他來這邊避難 但他一來就發現說 原來台灣的工作方式 他的工作倫理 在地的這些人才 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不是一個人 而是整團整團的人 帶過來創業 在帶過來創業的過程裡面 我們本地的人才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子還要出國 就可以跟這些國際的人才一起學習 吸收他們的經驗 而且二方面 當他自己出師 願意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也不需要受到特定的產業聚落的限制 只要他願意稍微調整一下作息時間 全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所以數位建立了另外一種地球村 而且如果是用VR概念 他還有空中還有很多雲 在上面是另一個很有趣的 反正是COVID讓我們知道怎麼用這些東西 是可以這麼說 是 我想確實疫情是數位轉型的一個契機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我想我們不會那麼快的 就讓大家適應 有的時候實體 有的時候遠端 一個禮拜 兩天加三天 一天加四天 四天加一天 都非常激動調整 這樣子的工作方式 像我們在數位部 所有人都是筆電 也沒有什麼固定的座位 大家隨時想到了 就聚在一起 有些人需要出差 或者剛好染疫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視訊 所以只有當整個職場的文化 還有學習的文化 因為疫情的這個激發 調整到人在哪裡都一樣的這個情況 我們才真的能夠用一個地球村 全球的思維來想我們的學習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工作 好 謝謝補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